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汽车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坐汽车也不再是什么高级待遇 于是有些人可能是坐车做习惯了 就养成了一身的坏毛病 今天小编给大家扒一扒 内心让车主朋友抓狂的是 第一上车脱鞋 这个绝大多数女人的毛病 可能是由于穿高温鞋不舒服 一坐上车就把鞋脱了 说实话这点真的不怎么淑女 车内空间本来就不是很大 更何况还是密闭空间 如果遇到脚臭的 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是一般脱鞋的 都还是熟人都不好说他贼烦 第二车内打呼噜 一到夏天特别是中午的时候 大家都很困 有的人坐在车里就睡觉 睡觉就好好睡 你还要打呼噜 拜托这样真的很让司机朋友尴尬呀 大家都很困 你还在我车里打呼噜 睡得像猪一样 我是你的司机吗 尊重下人好不好 第三大力关门 大家都知道 如果车门没有关好 那么车会警报 再加上以前的车 技术没有那么先进 所以有的人就养成了 大力关门的习惯 随手用力一摔 啪门就关了 可是现在绝大多数汽车 都是有电吸力的 不用那么大力了 很多网友抱怨到 用力关门的人 你是坐出租车习惯了吗 这是我的爱车呀 你大爷的 第四 吃东西 最烦那种在车里吃东西的人了 老子辛辛苦苦的开 双手都没空 你倒好 一边坐车一边吃东西 谁看了不眼馋 特别是吃瓜子这种的 你吃就吃 麻烦把壳收拾好行不行 还有那种窗外抛物的 真的是素质极差 上面的四种情况 你遇到过吗 老子辛辛苦苦的 那种窗外抛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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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吃吧 那种窗外抛物的